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处快一年了 然后期间争执不断 然后矛盾冲突不断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关系 是否还能继续 是否还应该继续 我认为是自认为是相当在意 就是感觉他不在意我 就完全不像一个恋人 王先生解释说 造成目前的状况 原因都在贺女士身上 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一年多 王先生这个男朋友的身份 贺女士却一直没有公开过 好像我跟他关系 在他关系里面好像 也好像不存在 就是什么生活圈子 什么朋友父母 什么都我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的 王先生说 谈了一年多多恋爱 他既没见过贺女士的父母 也从未以男友的身份 出现在贺女士的朋友圈 王先生怀疑 贺女士不公开的原因 是有拿他当备胎的想法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他是有一种 去里找马的感觉 就好像有点相当于 被胎的这种感觉 节目调解现场 王先生爆料 因为他的男友身份 没公开 曾有人向贺女士 主动表白 多了两天之后 男的狗都向他表白了 如果他不希望 这种情况发生 他完全是做得到的 男友身份不公开 贺女士到底有何隐情 既然不想公开 他又为何选择 公开调解 调解员胡建云 能帮他们解开 这其中的奥秘吗 有两样东西 在较劲 一样东西叫现实因素 一样东西叫 超现实因素 他们的爱情 到底遭遇了 怎样难解的现实困扰 究竟是什么 让他们在这段感情中 分分合合 调解之后 他们最终又会做出 怎样的选择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情侣 女方是贺女士 男方是王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要求分手 因为目前和她的相处的情况 已经让我不能再忍受 就是我们两个 没法好好说话 一说就会吵 然后一吵她就会很不赖烦 然后现在我和她的关系 维持起来 已经极其困难了 那王先生呢 我的问题就是看 这段关系究竟是怎么了 老是真吵老是吵 就是看早下问题是哪儿的 解决问题 然后在一起 再看两个的情况 怎么样再决定 跟她交往的过程当中 带给你的感觉 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好像有点不呛 那种恋人的感觉 不像恋人 对啊 为什么这么说 她经常跟我分得很清楚 就是那种感觉 有时候感觉到 一般朋友都不呛 那种感觉 既不像朋友 又不像恋人 有时候 但是有时有呛 有时有不呛 就是摸不透 这种东西 她就是拼了命的 要来抓我的毛尾 就是一件事情 不管事情本身 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在那个事情的过程里面 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或者怎么怎么样一下 然后其他的 就都不重要了 就是 那一句话挺重要的 调解刚开始 贺女士就抱怨 男友王先生 喜欢抓人话头 这样的做法 让他们在相处中 很难融洽 而王先生解释说 她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她心眼小 而使她不得无计较 因为她的男友身份 从来都没有公开过 她怀疑女友贺女婿 感情不专一 在她的心里 似乎一直都有着 她的前男友 我们去老家 我们家里嘛 过年的时候 那初级的 去我们沈家 去做客 坐了回来之后 她都不高兴了 我都问她 我说我沈家怠慢你的 还是什么 还是我老儿子 她都不甘心 沉默了半天 沉默了半天之后 我问她为什么呢 她说 我在想我钱男友 我真的是 无话口声 首先 我真的不记得这件事情 不记得 你当了 我真的不记得 那她说的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只是你不记得 有可能 其实就去年过春节期间 到他们乡下去嘛 那段时间 我和她的关系 其实刚刚开始 有可能 我的确会在那段时间 稍微的去想起 一些以前的事 在那个场合之下 你说我想我钱男友了 那你是想告诉她什么呢 我其实当时 肯定不可能 就算这种话 我有可能说 我也不可能跟她说 我是想我钱男友了 你不可能 我们在这里 如果说好话呢 我们今天 我跟她说了 如果再一次来 我们再说好话 要跑这里来 我们根本就没必要来的 她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和她之间 没有任何联系 没有任何互动 前男友的这个事情 她有一个朋友 写小说嘛 她也想看着那个 她也想跟风嘛 她也觉得 她也想写一下 我说 这个也是好事 支持一下 我说 你写吧 我说 等她写了几十张之后 结果有一天 我说 你题目想好了 她说想好了 我说给我看一下 我什么什么题目 我结果拿了 把本子一放给我看 她的名字 跟她以前男朋友 就是一样的 小说名字 取了一个 跟她前男友一样的名字 前男朋友的网名 以前的网名 是一样的 你对于她取这个 书名 取她前男友的网名 你是怎么想的 你认为 就是怎么想的 就是感觉她 还没忘记吧 事实上 她很清楚 我和我的前男友 完全没有了 丝毫联系 完全没有 这个她很了解的 你可以问她 那那个小说的名字 跟那个网名 我是真的觉得 我那个前男友 之前的网名 叫一切为何 我的确觉得 这个名字 做我那本小说 说的名字 是相当合适的 并且 我之前有问过她 我说 要不你帮我想个名字 她说她想不出 她想不出 我就自己 自己弄一个了 这个并不是 我们之前 没有征求过她意见 你征求我什么 名字征求我意见吗 我怎么没有问过你 我没有让你帮我想一个名字吗 小贺的意思是 如果小王 你给我一个名字 我也会用啊 对啊 她一定会用 她那就是说辞这个东西 她因为我一说 她基本上是否认的 这个东西有啥用啊 是不是 她曾经很直白地 把我和她前女友做比较 并且很明确地告诉我 她觉得我不如她 这个事情 是因为她怎么了 一直在我面前说了 不像有 十次 是有的 一直在替她前男友 根本就没有 我就说了这么一次 她一直在说 我说你不要说 你前男友 是之前的那个经历 说给我听 我说你不要说 我听得很烦躁的 我说我两个相处 你提前男友干什么 问题是你也经常说 你的那些给我听 我什么时候说 男的一直在说 我跟你在上 跟你说 叫你不要提 我们以前的事 你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好不好 在我们过来的路上 她还在跟我讲 她说 我觉得你和葡萄很像啊 就是她的前女友 我其实最起码 从来没有把她 和其他任何人 做过比较 连我和她发生 每一次争吵 其实我事后 从来不曾去细想过 就是一件事情 过了就算了 可是我发现 她只要能够 拿住我一点错 那是没完没了 要纠缠不休的 然后我现在和她相处 我的状态 真的是诚慌诚恐 如履薄冰 贺女士说 她是心不设凡的人 只来直去 而王确实 救助前男友的事情不放 这让她十分难受 也无疑给他们的 感情交流 制造了障碍 当初她与前男友分手 选择和王先生 确定恋爱关系 看重的正是王先生 坦诚的性格特点 接受她做我男朋友 是因为 因为对她以前的经历 就是她 个人情感方面的经历 我是有一定了解的 然后同时 本身在和她的接触里面呢 她性格上面 慢慢地向我展现出来 的确也会吸引到我 贺女士说 王先生做了她的男朋友之后 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就是拼了命地 用来抓我的毛病 在前男友这件事上 贺女士一再强调 她早已和前男友再无瓜葛 而王先生表示 即使这样 贺女士一方面 不对外公开 她的男友身份 另一方面 又时不时提起前男友 这样的做法 让她很难接受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现实生活中 因为她的男友身份没公开 贺女士身边的朋友 都误以为 她仍然是单身状态 为此闹出了不少风波 她就是跟异性相处 这一点我特别反感 就是这样子 跟异性相处 就是那种见相 就是我感觉 有一次就是 她等级要去买 逛街买衣服吧 我一听这个是好事了 我主动 我只剩一大 我说我赔你去吧 她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呢 她说 她准备约一个男性朋友 跟她去 她说 她说我跟她买 买好之后 买好衣服 给第二天给你惊喜 给你穿给你看 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 我说这样子 肯定会给人家一种暗示 人家肯定会多想一点 这种东西 结果多了两天之后 那男的狗在向他表白了 然后从此以后 那个男的我再也没理过 这个你没理是你的回事 如果是表白 就你了呢 那不是我不是又在一边去了 我当时是觉得 我那个男性朋友呢 首先她的确很有空 第二我的确觉得 她有我有空吗 第二我确实觉得 这个男人看女人 和女人看女人 是不一样的 基于这个理由 我没有去约我的同性朋友 而且我觉得 因为我们一群人 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 也挺熟的 我的确没有想到 她什么 我就约了她一下去逛街 其实没有逛城 其实没有逛城 然后她过两天 会向我表白 然后表白以后 我和她就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 这个当时这个异性朋友 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不知道 然后再加上 我的确有可能也觉得 自己去买一身 好看一点的衣服 第二天一整套穿给她看呢 可能会会 是会有一点点小惊喜的 所以我不愿意她陪我 不能解释 就这个事情 小王有明确地跟小贺表明什么 我说了 我说你这样子不行 这样子跟一行这样相处的话 这样子的 让人家于是很多误会 二是在我这里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会看你了 我这样子的 那个男人哪比你差 这不是哪比我差不差的问题 你不要那么跟我差 你要是我就得差 你干嘛找我呢 这个小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 我觉得如果她不希望 这种情况发生 她完全是做得到的 贺女士明显话里有话 作为男朋友的王先生 遇到女友遭人表白这样的事情 内心会引起怎样的波澜 贺女士显然是心里有数的 而有了男朋友之后 贺女士为什么一直不肯公开 王先生的男友身份 为什么要一直以单身状态 参与社交活动呢 贺女士解释说 这个问题 其实跟王先生的职业有关 我和她之间 最开始是因为她的工作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 就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她的工作 最不能让你接受的是什么 她的工作 完全是在虚拟世界进行的 就是说是网络上 我觉得关于她的工作 四个字就可以形容完 那就是不务正义 她在她看来可能是不能接受我的事情 因为我的事情基本上是在网络上做的 是可能对常人来说可能觉得是有的人不能接受的 我自己建议其实我就是说跟她交往之前 那几个月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如果建议这个 我很愿意在现实找一份工作 这样的 她在追我的时候 这个不是我向她要求的 是她主动向我承诺的 这个是大前提 贺女士解释说 王先生现在在网上的工作既不体念也不稳定 他希望男友王先生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 这件事情在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他就明确表示过 后来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 王先生并没有兑现换工作的承诺 因此他也暂时没有将这段恋情公开 就这样 王先生成了贺女士不公开的男友 王先生对此十分不骂 所以在一切的活动当中 你都是以一个单身的形象出现 是 就是感觉她就是不想公开嘛 就这样的 不想公开就是 有的就是我不上手了 驱递着马那种感觉嘛 给自己留了机会 对啊 我说你家人不公开 我那个你不好说 你说不应公主的原因 我还能理解 你朋友什么的 甚至网络上的朋友 他都不公开 我实在是没法理解 那有谁知道你是他男朋友啊 我就是搞不清楚 要问他了这个 我的家人 其实之前我和他之间是讨论 反复讨论过这件事情的 我之前和他讲的是 就是他一旦 就是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我就会带他回家见父母 因为他的基本情况 父母是一定要过问要了解的 你总要让我能够交代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是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没法带他进父母 对 那身边的朋友呢 日常生活当中 你们会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公开的去 比如说跟他的好朋友聚聚会呀 一起玩一下呀 没有 也从来没有 对 那为什么这个也不行呢 这个一样的啊 我的朋友依然会问 你这个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你让我怎么回答呢 也是因为他的职业的原因 连朋友都不能见 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向他家里透露 他跟他爸说我们两个的关系 就是说要分手了这种状态 我说我两个现在不是好好 你向你爸透露这个不是要爱事 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嘛 你向你家里都爱事了 我们俩还处什么啊 加上之前的这种东西是吧 国防媒看我不起了 我肯定 我一下子受不了 我只决定那是下的决心 跟他分手了 因为我家里就一直会逼问我 你现在谈的这个男朋友 是做什么的呀 我就一直没法说 然后我家里逼得越紧 其实我的压力越大 然后他和我说分手的之前两天 我就实在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 我就冲他发火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现在要么选择你继续 你这种生活方式 你要么就选择结束我们的关系 那一次是你坚决地 不坚决地提出了分手 那最后没有分成 是因为 是他一直找我 一直找我 小赫当时是你不肯 对 为什么呀 是这样子的 其实如果当时 他当真是以这个原因和我分手 我其实是不会去挽回他的 可是他当时和我分手的理由 告诉我的是 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 我和他相处 我态度很恶劣 其实我对他态度恶劣的时候 我自己呢 没怎么觉得 可是当他真的这样说了以后 我想了一下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和他相处再也没这样过 你可以问他 你的意思是 不是你不能接受分手 而是因为他要分手的这个理由 对 在你看来是 你做的不对 对 所以你想挽回 对 我觉得如果是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做的不好 然后导致你这样 那没有问题 我调整 我改就好了吗 但是小赫 我特别不明白的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也提过这样的问题 你要么改变 要么我们分手 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你们的矛盾在 那他提出了分手 你依然说 因为这个理由跟我的不一样 所以我不同意分手 这个很难让人理解的 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就是是我的错嘛 我通常我就会倾向你去接受 然后接下来 然后自己做调整 我的确我的性格是这样的 我不认为这样好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毛病要改呢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调整过来的 他就说之前对我不好 就是突然觉得我之前对他好 很好很好 就是这样的 一下要失去我了 感觉他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就这样子的 说这些话之后 之后就是 我也就是感觉到 后面心一软 是吧 就跟他继续下去了 或许感情上的事情 谁都无法说个清楚明白 王先生提出分手后 两个人很快又和好了 可是王先生工作的问题 依旧是贺女士 难以跨越的一个新卡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王先生做出了让步 我那行 那我退一步吧 我说我就在网上找一个工作吧 为什么在网上找一个工作 因为我这么多年没在县市 找工作过 如果去工作的话 最多只有三四千块一个月 我如果在网上找的话 至少是五千以上 是吧 我说 我跟他说 你去我检视一下行不行 我的说 这样我退一步 他说他还是不能接受 我的路呢 我说 我找工作 我在网上 非要在县市中找吗 都是赚钱 我问他 你是接受不了我这个人 还是你家里不能接受 还是你自己不能接受 他说他自己不能接受 所以你接受 接受没收了 我们算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跟你的工作 其实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没有关系 王先生说 他在网上换了一份工作之后 贺女士仍旧不满意 他觉得 贺女士不愿公开这段恋情 其实是另有原因 双方和好之后 贺女士依旧没有将 王先生的男友身份公开 经历了分手风波 两个人因为感情上的依恋 无法分开 又因为现实中的不满 而争吵不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再一次将这段不公开的恋情 逼到了十字路口 那一天是这样子的 那个是我们两个粉丝的闹 就是因为她说 她要去相亲 我说 我说你这个事情 如果你敢去 我说 我两个如果还在一起 这个是肯定过不了坎的 如果不在一起就算了 她后面去了 她去了之后 多两人打电话给我 她说 我今天收到一瓶红酒 她说是她相亲的对象给她的 我当时立马都生气了 很愤怒的 我说你在羞辱我吗 她去相亲是跟你处在恋爱关系当中吗 是啊 处在恋爱关系当中去相亲 这个就要问她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有回家去和我父母说起她 然后我父母肯定要询问她的工作 然后一问起她的工作 我在家里就沉默 然后那段时间 我们家里闹得是家无宁义 然后后面有一次闹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和我爸爸之间就有了一个约定 我就让我爸爸给我一段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当时约定的时间是给到8月20号 然后我说如果到了这个时间 我依然这件事情我无法向你们交代 那么我就任你们处置 这件事情她是知道的 这跟相亲有什么关系 她说的那个相亲发生在8月20号以后 我接下来就基本上告诉了我朋友圈子里面的大部分人 然后就相当于发动所有的朋友 去帮我 帮我尽快地把自己嫁出去 是不是你对所有的人去宣布说你们尽快把我这半年之内嫁出去 那意味着你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单身 没有男朋友 代表着我和他关系 就真正意义上要结束 那你有明确地告诉小王吗 我告诉过你的 你哪里告诉我 那里是后面再后面的事情 说实话他对话我根本都不能接受 那我想问一下 我和我爸之间的约定你不知道吗 你这个自定自掉了 我还有我两个关系还好好的呢 我还有你自己摆平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你又不跟我说 我两个孩子这样的相处下去是不是 在你看来还是男女朋友 对啊 我是觉得在那种状况下 他明知道我和我爸之间的那个约定 然后他一定还要这样下去 那么他对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他应该是有心理预期的 事实上最所谓的每一次相亲 每一次都是我主动告知他的 你告诉我什么 你告诉他是意味着什么 是代表什么 我是希望他知道 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 其实在你心目当中 或者在生活当中 你们依然是男女朋友 你想给他压力 对 也就是说相亲完了 这边还是男女朋友 那如果相亲成功了呢 我不知道 小王怎么看他这个回答 我不能接受他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吧 我现在真的很有可能 真正意义上应该面对现实 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 你想得很明白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有可能也没想得太明白 所以才到这个地方来 明白 小王呢 我还搞不清楚 跟他两个军事现在该怎么样了 面对这段感情的拘留 两个人都陷入了迷茫 就此分手 心有不舍 继续在一起 又矛盾不断 调解进行到这里 刚开始坚决要求分手的贺女婿 态度也变得有些举棋不定 这段谈了一年多的恋情 还该不该继续 贺女士和王先生都拿不定主意 他们将求助的目光 投向金牌调解团队 那么金牌调解团队的调解员和观察员们 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建议呢 谈了一年的恋爱 但是我有点就想不明白小贺 这个在一年当中 你去相亲的次数 大概有五六次吧 应该有吧 应该有 而且你是在有男友的前提下 去所谓的相亲 并且你相亲之前 或者说相完亲之后 你会把这个结果 把这个事情来告诉小王 非常坦然地告诉小王 我就不知道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的心里是 有种什么样的感受 你如果说 我的女友去告诉我 我去相亲了昨天 我会疯掉的你知道吗 这个会崩溃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你 你是天真也好 愚蠢也好 但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 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说小王对你有那么多的怨恨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 情有可原 不能这样去做 知道吗 如果说你对他不满意 你觉得他配不上你 你觉得他不是你心目当中的男友 你就果断地离开他 坦然地 大的方方的 光明正大的去找另外一位 王先生 我们今天在现场听到过很多次骑驴找马 我想向您提个问题 请问 您把自己当成驴还是当成马了 我觉得谈恋爱非常好 谈恋爱 他其实是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的磨合 但是 我觉得 在这个整个谈恋爱的磨合的过程当中 您显然磨合的不够成熟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你太沉不住气了 当你的女友 在你的面前去对比 用你去对比他的前男友的时候 你没有去真正的去了解 他简台词是什么 你反而激怒了自己 你把你和你前女友拿出来和他对比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察到 您内心的不自信 不自信有两点 第一点 跟您的工作有关系 对于您自己来说 您刚刚在讲您的工作的时候 您也是闪烁其词 因为您也觉得 您的工作不太方便去跟别人解释 或者说会让别人造成误会 第二一点 我觉得可能在经济上 你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可能很多地方需要花到钱 但是 好像我不能很好地去满足身边的女朋友 这也是不自信 所以这三点 造成了你的这种不成熟 所以我觉得 驴还是马 至少 我觉得你给自己的定位 不是驴 但 也不一定 是马 现在网络上很流行一句话 我们的生活 不仅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失忆与远方 我说的苟且 更多的是指 有的时候 人会活在一个自我 麻痹和欺骗的过程里 尤其是当他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 很多人的情感 就是这样过来的 其实他自己心底也知道对这段感情的不满意 他依旧要在这段感情里反反复复 分分合合 为什么 因为他会发现 分开来了 突然那种一直被依赖的习惯 没有了 当扛不住这种寂寞与孤单的时候 他又会说服自己 算了吧 我还是回去吧 但是 再隔一段时间 重新上演这样的戏码 因为那个不满意和心理的评判 心中的答案 始终都在那里 于是来回反复 我觉得今天你们到这里来 应该更多的 静下心来听一听对方在说什么 这样才能够更明白 自己要朝哪个方向去做 即便是在这段关系里走出来 下面还得恋爱 还得结婚 而有些问题 并不仅仅是这一段关系的问题 而是属于自己自身的问题 我来分析的话 有两样东西在较劲 一样东西叫现实因素 一样东西叫超现实因素 在较劲 其实你们的感受层面 有很多都是站得住脚的 问题是这个感受能逃逸吗 因为婚姻它是以现实为核心 你们的恋爱是指向婚姻的 所以才会谈到现实问题 你要找工作啊 你能不能介绍给我你的社会关系啊 说明你们都已经注意到 婚姻核心是现实 如果婚姻的核心是现实 那么你们现在的选择就要看 你们离现实有多远 所以你们说 怎么来选择 怎么来做决定呢 是不是从这个方面可以先去想一下 我感觉到了你们双方 这个现实方面的考量 压力更大 压力更大的我觉得是小贺 爸爸给她限定了时间 她自己也给自己限定了时间 社会也给她限定了时间 这是作为女性的 遭受的不公平的现实之一 她这一点远远超过小王 我感觉到了她的着急 第二个 她其实对自己是有一定的评价 就是她的现实身份 不仅需要一个有感觉的人 还需要一个在现实当中 能够有一个交代的人 就是对其他人要有交代 这些现实的因素 不是她喜欢的 但是是她要面对的 但是非现实的 超现实的因素 又让她感到喜欢 所以她说了 你身上有让她有吸引力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小贺 对 这个可能是小王 你要替她去考虑的 小贺的请求不是没有到 小王的抱怨也不是没有到 我们会看到 就是两个人相处 通常会有两种类型 一种叫专家型 一种叫陪伴型 就在恋人之间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专家型的话 就是互相会评价 并且不断地去指出对方 你这里没做好 你那里没看到 你这个要加强 这个叫专家型的 这么一种交流方式 我觉得一种新型的人际交流关系 应该更多的是陪伴时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对恋人也好 身边的人也好 包括求助对象也好 我觉得 其实我们更多的 应该选择陪伴神 就是更多的 用积极的眼光 来帮对方分析问题 就拿你们俩来说 好 你看到对方生活当中 有一个观点不好 生活当中有一个决定 有问题 看到他这个 有些做法你接受不了 那我们的第一反应 其实往往就是专家型的 第一反应就是 你看 你怎么能这样 你伤到我了 你错了 你应该怎样 你应该调整 我这样说的话 我就特别理智气壮 但你会发现很快 对方那边只会传了反弹 那这个交流本身来讲 就是没有价值的 那两个人就互相反弹 比如说咱们小王 看到这个招呼 说哎呀 我有点想我男朋友 对吧 第一反应是不舒服 是不是 但如果你是一个 陪伴型的人的话 或者说你是一个 更加积极阳光的人的话 你就会想 哦 他这样说 恐怕有他 没有办法的地方 恐怕这个时候 他需要我的呵护 陪伴 我们完全可以说 哦 你先想一想吧 我跟你倒一杯热水 你现在难受 不要紧 我陪伴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等你安静下来 会发现 跟我在一起 可以获得 我的支持 所以如果说 今后你们要不要走下去 我就会说 我看到了你们的情感基础 也注意到了你们的现实问题 但 我更加相信 一种 有能量的 正面的 陪伴式的选择 它会使很多人 都会发现 我们是可以 轻松愉快地走下去 调解员 胡建宇的分析 切中了要害 男友身份公开 拜见父母 就意味着 两人情感稳定 要逐步走入婚姻 这时候 恋爱的激情 就被现实的考虑所取代 这导致了两个年轻人 目前的窘迹 接下来 调解员胡建宇建议 双方进入 密室调解 密室里 何女士坦然承认 她的很多做法 的确伤害了男友 王先生 但是 男友王先生 对她的指责 她是不接受的 回顾这一年多的 感情经历 贺女士说 她对这段感情 还是十分留恋的 男友所说的骑驴找马 根本不存在 可是 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丛生 又让她感到压力很大 就我们两个人本身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 已经没有能够去处理了 我的确是喜欢到她 那你的确是喜欢她的 那你就想办法 跟她再磨合一下 观察员李小云 建议贺女士 感情磨合的过程中 遇到问题 换位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当恋爱逐步向婚姻迈入 每个人都会面对 很多现实中的难题 选择逃避 并不可取 而此前 一直怀疑贺女士 把自己当备胎的王先生 在密室里也开始反思 自己的言行是不是恰当 真的 我对她的心 我自认为是对她很好很好 我认为自己对她的话 可能应该是全新线意的事 只是可能说 有些方式方块的方式 我刚刚还有一点小惊讶 你两个人就一直是 就谁对谁错这个事情 一直在 两个人都要去讲道理 那是没有办法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是一次这样子的 他这一年持续都是这样子的 那一定是你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 出现的问题 知道吗 你可能是 观察阳古月建议王先生 感情上遇到矛盾 简单地用对错来做判断 有时候是行不通的 化解矛盾 方式方法很重要 就目前他们之间的矛盾来看 换工作这个现实性的问题 是首先必须要面对的 他在乎的是你工作的本身 他不是在乎你收入的多少 你朝这个方向去 给他很明确的东西 那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巩固 对不对 如果说他有一天 他换了另一个职业 那么你能不能接受他 对于这个问题 贺女士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谈到了另外一个 让他觉得更棘手的问题 贺女士说 他们曾经谈到过 婚后要不要孩子 而王先生的观点 是不要孩子 这一点让他无法接受 他向我明确表示 他是承担不起这部分责任的 所以他跟我说 他不要我孩子 任何的恋爱 都是以婚姻为目的 对 那么你要想想看 你们如果一旦进入了婚姻 你是不是能够承受 现在的选择 对 观察员李小云说 作为女性和过来人 她很理解 贺女士目前遇到的困扰 两个人谈婚论下 需要全面综合地考量 各种现实因素 共同努力 才能让爱情修成正果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之后 贺女士和王先生 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王先生这个不公开的男友 最终会被贺女士 当场宣布公开吗 答案马上讥笑 咱们从密室出来 小王 因为之前练个经历比较少 可能不知道跟这种谈恋 怎么相处 其实有些都 官员出了力还不讨好 这种事情可能经常在干 那个劲儿没死 稍微死了地方 就这样子 然后可能自己 这番经历改变吧 好 小贺 你呢 我自己本身是本来就有问题的 我很明白这一点 我真的是要好好地先调整自己 没关系 你们不要太着急 就觉得哎呀 很灰心 完了之后 我年龄也大了 家里又催着我了 是吧 不要着急 结婚前 如果能把自己变成熟 婚姻才会有意思 谢谢老师 谢谢 调解结束了 贺女士和王先生离开了调解现场 贺女士没有在现场宣布公开王先生的男友身份 他说 对于这段感情能否继续 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调整自己 再做决定 而王先生表示 他愿意继续努力 和贺女士一道 解决好目前遇到的现实难题 恋爱可以是一时的激情 但一份爱要长久 甚至开花结果 就需要两个人住牢更稳定的基础 多为对方去付出 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 爱当然高于现实 但爱不能脱离现实 最后 我们还要祝愿贺女士和王先生 能够有情人 终成眷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